同学们好,前面呢,我们把首页和我们的详情页面,包括一些评论,这些比较复杂的功能呢,我们都已经去实现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呢,会把关注和我的这两个页面去给它实现一下 接下来我们先看关注页面 关注页面呢,相对来说就已经简单的多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就是首页的部分,已经把我们的卡片,这些内容已经全部实现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就是去把我们上面这一个导航实现一下 然后把首页的内容我们复制过来 不过这里显示的只是我们之前去关注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星形,可以在这里去标注我们收藏了这个文章 当我们去点击这个星形图标的时候呢,我们的收藏就会在这里消失 然后我们的首页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这个星形呢,就变成一个空性的内容了 然后当我们再去点击收藏的时候,这个内容就会出现在文章里 那么关注呢,我们的关注作者他也是同理的 我们需要在哪里呢,我们需要在详情里 需要在这里去点击对我们的作者进行一个关注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在关注下面呢,也会有一个星形的图标 当我们点击或者取消这一个按钮的时候 作者这里就会去显示相应的内容,或者不显示相应的内容 然后他跟主页一样,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页面里左右去滑动 然后切换我们的文章和作者,这就是关注的一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同学们就跟着我的进度 去把关注页面给他实现一下 关注页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页的一个巩固 我们去巩固一下之前学的内容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课程 首先回到我们的HX里面,我们先在Pages下面 找到Tablebar,在这里有一个Follow的页面 我们需要在这里去实现关注内容 那么如果要去实现关注内容呢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关注的文字 先把什么内容呢,我们先把上面的导航 先去给它实现一下 这个导航就比较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可以去切换的两个按钮 我们在这里呢,就直接去给它写就可以 先给我们最外层的一个class叫Follow 然后去写我们的导航栏 导航切换 那么先给我们的导航栏呢 给它一个外层包裹的元素 我们方便去给它进行一个布局 Follow Table 下面呢,会有两个按钮 按钮呢,我们这里就使用两个普通的Vue标签 就可以,我们不需要去写Button按钮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去写Button的话 我们去处理它的样式 还是要多写一些代码的 所以我们直接使用一个空的 一个Vue去写我们的样式 那么类名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Follow Table -item 我们复制一个下来 那么第一个叫什么呢 第一个叫文章 第二个呢,我们叫作者 我们在下面的Style里面 我们直接去施名一个Sus 我们用Sus去实现 跟我们的首页一样啊 我们因为我们的内容是可以滚动的 所以我们用到Schoolville标签 那么我们这里就给它加一个配置 让我们的整体页面有一个百分之百的高度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DisplayFlex 接下来呢 就去实现我们的内容 我们就要Follow 给它最外层去加一些样式 样式呢 我们就先给它一个高度百分之百 然后DisplayFlex 然后我们让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让它有一个垂直的配列效果 最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Flex11 这样让我们整个页面就给它撑起来了 我们加一个红色的边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下面这个红色边框的区域 就是我们需要滚动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没有看到红色边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给它加个Box Season BorderBox 保存一下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边框了 我们让边框在我们的内容里面去显示 然后这个区域呢 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滚动区域来使用 我们把上面的导航给它实现出来 这是我们最外层的元素效果 然后里面呢 我们叫什么 叫Follow Type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固定的高度 我们给它30px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Pudding 上下20左右 我们给它30 给它一个20和10吧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底部的边框 给它一个EPX 然后用紧F5 F5一个灰色纸的底部的边线 我们这里是底部 我们写完之后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不太明显的一个灰色的边线 然后是什么内容呢 然后我们要去实现中间红色边框的这个内容 选中效果呢 它也是一个红色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去实现一下 那么它的效果呢 我们在这里 那以现在这个结构 我们其实实现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它缺了一层 我们给它补一层 这一层呢 我们叫Follow Type Box 我们现在加一层 这一层就是我们红色的边框内容 回到我们的下面 这里 然后去写它的样式 这个样式我们怎么去写呢 先让它宽度 我们是100% 同时高度也是100% 因为我们最外层给它指定了一个Pudding 我们有一个Pudding去撑开我们的宽高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去写100% 去给它占满我们的元素 然后上面呢 我们要给它一个Flex布局 让我们里边的子元素 有一个水平排列的效果 然后需要有一个圆角 这个圆角呢 就是5px就可以 最后我们是一个Boulder Boulder呢 EPS颜色用我们之前定义好的MKBaseColor 然后给它一个实现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区域 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那这里我们丢掉一个边角Radius 我们给它加上 有一个圆角 这样会好看一点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子元素 子元素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叫Follow Type -item 然后宽度呢 我们也是给它一个100% 我们要去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让我们的文字呢 有一个水平和垂直的一个效果 我们用默认的Color给它一个666 浅灰色的颜色 最后我们给它加一个FontSight 是多少呢 我们用14px 比较合适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块内容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们中间是不是有条输线 输线就直接在我们第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这样叫Faust Children 去给它加一个右边线 EPX 什么颜色呢 就是我们的MK Base Color 然后呢 给它一个实心 这样最终我们的导航呢 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把其他的颜色我删掉 最上面有一个红色边框 我们不要了 我给它删掉 那这就是我们导航栏的效果 导航栏呢 我们去选中的时候 文字会有一个红色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类 可以动态的去操作它的选中 添加一个什么类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写一遍 直接在我们的子元素上面 去给它加个Active 选中 那选中之后 我们就简单了 直接让它的文字颜色 是我们的红色 不就可以了吗 把它这个类名呢 我们直接放在item同级 保存 现在我们的文章 就已经变成红色了 变成之后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动态的去添加Active 那我们把它删掉 动态去添加这个类 动态添加怎么添加 我们先用冒号 声明一个class class之后呢 我们有个对象 对象它的k 就是我们要去添加的类名 我们叫Active value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判断条件 去声明一个变量 变量叫Active 它如果是等于0的时候 我们去添加Active 那么下面呢 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一个来到下面 同样的内容 然后指示不同的是Active Active等于1 那么我们假设文章是0 作者是1 当Active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标签 去给它动态的添加一个Active 如果说它是1的情况下 我们动态的给Active 复制一个1 给这个元素呢 我们去添加一个Active的类 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实现 这么一个操作 这里有包错 我们暂时不管啊 它就是说我们的Active 还没有去声明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下 我们默认就是0 保存看一下 刷新 这样是0的话 文章选中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改成1 让我们的作者 就是一个选中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去点击的时候切换 我们就去添加点击事件嘛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 去给它添加一个Click 让我们叫Tab 同时我们给它传一个参数 参数呢 我们就传0 我们知道当前点击的是第几项嘛 是第0项 所以我们点击是个0 因为我们只有两项 所以我们就不去给它做动态添加了 那么我们就写死是0就可以 第二个呢 同样的我们声明一个Click 我们也叫Table 给它传个1 Table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下在这里 那它是不是接收一个参数 我们叫Index 打印一下 刷新 那我们点击文章 给我们答应0 我们点击作者 答应1 那么拿到0跟1之后 再结合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让Active等于0或者1 是不是就可以去选中了 所以我们叫C4.ActiveIndex 等于谁呢 就等于Index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选项卡的切换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文章 我们点击作者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切换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ActiveIndex 我们给它复原一下 让它默认是0 就是我们页面进来之后呢 默认就显示文章选中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最终导航栏的一个实现 包括一个布局和我们的事件添加